加州大学东西方医学中心创办人许家杰博士 以中西医整合促进全民健康为主题 在2019年慈济全球人医论坛上发表演讲 并期待透过跟慈济共同合作 提倡中西医结合为帮助改善人类健康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将我们的经验 怎么去帮慈济合作 一个就是从医 另一个就是从教 教人怎么去保持健康 怎么去利用中西医两个手段有机的结合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更原善的 医疗大健康的实施系统 出席仁医论坛来自巴西的领品权 认为应该将中医点击 皇帝内经的精髓和大家分享 并带入中西医和疗 就是皇帝内经里面所讲的 他讲士气 那他们会穿译成for energy 对 但是不是for energy 是士气 是四个季节 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是希望说在中西医结合的时候 把皇帝内经里面真正的 他的真水和大家分享 那这样交下去大家才会有达到那个治疗效果 来自墨西哥的吉尔达 对中医特别感兴趣 希望在墨西哥也能够有更多中西医整合的医疗运用 让病人接受到更好的治疗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我们一起工作 我认为这是我们特别的事 在墨西哥特别的事 我们特别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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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年来中医在欧美国家 逐渐受到重视 许佳节带领十个人的团队 一整天共六堂课的教学与十座课程 让全球仁义论坛的第二天 针对个别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大约新闻周思满 叶静宏 美国报导